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買的頻道 今天為大家介紹一款Rushel 腰包的改裝款 由客人Benny 改裝 這款手袋有什麼特別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首先, 客人做了兩個, 一個紅色, 一個藍色 我們先用藍色來講解一下 首先, 外表很突出 因為它真的被救護員使用 用Rushel 腰包做藍本 然後加了很多客人獨有的設計 首先, 很仰眼的, 一個黃色的包邊 然後上面有反光條, 很明顯的 晚上或者什麼情況都很方便 然後一個, 這個是比較扁的Fiblock 和Fiblock 磁石扣 一拉就開了, 我們打開了 首先, 有一個低袋口的設計 這個設計方便, 可能放在後面的時候 一手, 拿東西的時候就不會頂到 然後裏面 就有四個內袋 可能裝一些蓮花, 奔帶, 其他急救用品 然後再來, 袋子的前面 前面, 首先你看到這個有好樣的 又是什麼來的呢? 撕開它 這裡有個孔 這個孔就可以一下子拔到手套出來用 OK 然後, 上邊這裡有個扣 扣來做什麼呢? 同樣, 它是磁石開關的 撕開它, 就可以放一把剪斑帶的剪刀 然後, 左邊這裡, 同樣有個插袋 可能放下其他東西 再來, 我們看看袋子的背面 這個同樣, 磁石扣 我們放下來 這個就不同我們上下那隻 這個, 我們這樣直接扣就扣了 然後, 去後面 用回我們Washel 腰包的設計 好了, 後面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 中間這裡同樣有個磁石扣 可能放一些濕性東西 再來, 旁邊這裡有個吊帶 這個位置用來做什麼呢? 這個位置, 其實你看到有一個磁石扣 是用來撕開的 這個位置, 有時候可能 你用過的棉花、沙布 或者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可能這裡就夾個垃圾袋在這裡 一手就可以塞進去 然後一包就可以扔掉 這樣 這個袋子, 主要是前線的醫護人員 在救急扶維的時候 就最需要用 同樣, 我們有藍黃色的設計 還有一個紅黃色的設計 兩款去選擇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想買這個袋子 我們下面有個連結 可以去到客人的網頁去看看 好啦, 多謝大家 如果各位有更多其他的想法 或者想有些合作款可以做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 我會盡量幫你實踐 好啦, 今集來到這裡 先到這裡 記得訂閱支持我們 分享給你的朋友 支持香港製造香港設計 拜拜